拉拉隊文化在台灣體壇相當盛行,也因此捧紅包含群群、林鄉、藍藍等,除了本夜外不少人也上遍各大綜藝節目當起藝人。 然而先前,樂天女孩米萱,深陷匹配球員風波,確定退出拉拉隊,結束11年拉拉隊生涯。事後有網友在PTT上與職棒拉拉隊怎麼一堆快40歲的在跳為題並發文寫到剛剛看到有人PO樂天拉拉隊年齡,那個跟球員談戀愛的31歲還算年輕的了。 還有好幾位是35、36、37歲的都有,職棒拉拉隊怎麼回事,怎麼一堆快40歲的在跳,樂韓應該沒這樣吧? 對此其他網友紛紛留言回應韓國25歲都過氣了,台灣30還沒被淘汰。 問了天阿姨團,超高齡社會是這樣的,就人才斷層啊,跟傳產一樣。 台灣不管哪個行業都沒在培養新人,現代醫美保養技術超好,那些年紀就算比較大的,看起來也30以內,總要敬勞尊賢吧。 。 。